大家好,欢迎来到打工足聊房产 那么今天呢我们简单聊一下 怎么去查一查政府工房的这个建设 因为我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聊到了 就是你在选择投资房或者资助房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周边 有没有政府工房的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建设 如果你的这个周边是有的话 那你要特别的注意 那怎么去查这些工房呢 那其实现在这个政府的这个信息 其实是非常公开的 你只需要去政府的网站上去看一看就好了 那我们政府的这个工房 其实它叫做Housing New Zealand Corporation 也就是说它的网站是hnzc.co.nz 也就是说你去了这个网站上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这些政府工房的这些建设 那你到了这个网站 那你点开它的这个 去找这些房子的这个链接的话 你就会发现在这里的话 它有一个叫做Housing Development and Program 这里你点进去这个链接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链接里会有关于各种 关于各种这个就是Housing New Zealand的 或者说我们管它政府工房的一些建设的信息 你可以先看一看它的这个叫做overview 也就是说总体的介绍 那在总体的介绍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比较大型的项目呢 现在是在四个区Northcote Avondale Montrosegill和Mongrey 然后的话你可以如果你想对这些比较大型的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打开进去看一看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项目到底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它建的这个到底有多大 这里边其实都其实都已经写到了 比如说像Northcote Avondale Montrosegill和Mongrey 这里边都写到了 而一些像一些比较小就是中小型的呢 它就把这些中小型的这些项目分区 你可以去查到 如果你点击到这个去这样查区的这个链接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边的话 其实是几乎在这个整个奥克兰所有区的关于政府的工房的建设都在这里 那如果你比如说像我的话对Handerson比较感兴趣的话 那我可以就找到Handerson的这个政府工房 比如说Handerson在比如说Universal Drive 那它在建什么 那我们可以打开它 那这里边就会告诉我 OK这个这个Universal Drive是在是在做什么 而且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这个邮箱 据我的观察是 我感觉政府工房它做了一个集体的采购 也就是说当你看到类似于这样的这个邮箱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可能要问一问中介啊 或者说问一问周边的这些对这个区比较了解的人 看一看有这种邮箱的房子是不是这就是工房 很可能很可能就是 但也不一定全是 所以说你要做好自己的研究 那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新的这么这么一个栏目 就是我大概会讲一下 你怎么去在用网上的这些资源去查找你所 你所想要的东西 那希望你会喜欢我的这个节目 如果你想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讨论群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这样我可以把你拉入到我们的微信群 也希望你可以去关注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在里面呢 我也会发一些关于投资技巧方面的一些文章 那好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 拜拜